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2月27日 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这个黎智英的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的时候呢 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批准黎智英保释对香港法治伤害太深 人民日报是个什么报 不用我说 对吧 你看这个标题 然后就知道这个人民日报是很严肃的 这篇文章呢 开篇就说了 纵容罪恶就是对正义的残忍 说12月23号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即串谋欺诈的乱港头目黎智英 被香港高等法院批准保释 消息一出 舆论恶然 香港市民难掩愤怒 包括很多法律专专业人士在内 各界人士纷纷发声反对 这里面也包括我吧 对不对 我也当时就发了视频 就觉得你这个香港这个法官 这还是指定的国安法的法官 这是疯了吗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特区政府律政司坚决提出上诉 唯有极少数的反中浪港分子恶首称庆 他们当然是称庆了 对不对 还有海外的那些恨国党们 现在都谈官相庆 香港内外 普遍质疑 李智英身负重罪 倘若借此逃顿 或在保释期间继续的霍乱香港 谁来负责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也提出来了 这个西方所谓的这种民主体制呢 法官他都是有独立的判案的权利的 但是法官判案就随便判吗 就没有人监督他们吗 就不能对他们进行追责吗 如果美国要这么做的话 那是美国的事 这是中国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 这不是美国的香港 也不是英国的香港 这个人民日报呢 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第55条是这么规定的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听着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或者 听着啊 是或者 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做的话 或者 由住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 就是说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 或者 如果你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提出 也可以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 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提出什么呢 由住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达权 哪一类的案件呢 第一 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却有困难的 黎智英的这种情况呢 就符合这个 它涉及到外国和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这就是黎智英的这个情况 它符合这一条 然后呢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却有困难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现在他们就遇到了困难 现在有没有困难 遇到了困难 这个法官无法无天了 黎智英都放了 很有可能黎智英会做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事 而且他有可能跑 会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或者是驻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都可以提出来 由国家安全公署来对这个案件呢 行使管辖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第55条的规定 然后人民日报呢 又说了 说呢 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裁决 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也是法官 请注意啊 也是法官必须遵循的准则 李智英 身负多项的指控 其中就包括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指控 该法第42条明确规定 刚才说的是55条 现在说42条是怎么规定的呢 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除非法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除非啊 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 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 不得准于保释 就只有一个例外条件 否则的话 不得准于保释 之前呢 已经有指定的法官审理的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都一律没有准于保释 之前呢 我在我的视频里也曾经说过 都没有准于保释 那黎智英在一审的时候呢 也没有准于保释 现在他上诉 结果准于保释了 一般情况下不准保释的 只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可以准于保释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是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是法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相信什么呀 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 没有说他会不会跑 而是说呢 他会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那黎智英 他会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黎智英可一直都说 他绝不会放弃 对不对 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怀疑黎智英会不会继续 再说了 这个例外呢 必须得法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你这个法官你有充足的理由来相信 黎智英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吗 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法官就一点理由都没有 一点迹象都没有 还别说充分的理由了 这个法官就是公然的违法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这段就说了 以法律为准生进行裁决 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也是法官必须遵循的准则 你这个法官香港的这个 指定的国安法的法官 你必须得遵循这个 你也别说是指定的国安法的 你任何一个法官 你也必须得这样啊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接着说 该条款非常的明确 不得准于保释是一个常态 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法官不是有理由相信 而是必须有充足理由相信 不是有理由相信 而是必须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嫌疑人不会继续作恶 才能准于保释 他哪一点符合了 这就意味着准于保释是例外 而且门槛很高 为的就是防止嫌疑人 在保释期间继续危害国家安全 黎智英罪名昭彰 极度危险啊 却成为香港 以违反国安法罪名逮捕的 嫌疑人当中 第一个被保释的人 实在是匪夷所思 香港国安法立法后 如果像黎智英这样的乱港 祸首都可以保释 那还有谁不能够保释呢 黎智英都可以保释 别人的保释申请 还用得着在审吗 对不对 直接就保释就完了吗 甚至你就甭抓了就完了吗 抓他干嘛呀 反正抓了也得放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接着说 即便如此 反对派又挑出来了 污蔑保释条件过于苛刻 这纯属别有用心啊 一些人被他们迷惑 误以为保释条件已足够严格 可以防止潜在风险 这完全都是小看了黎智英 一方面 黎智英财力雄厚 关系往密布 无论是藏在家中策划乱港行动 还是汽宝潜逃都不是难事 另一方面 黎智英是一些外部势力的重要棋子 反华价值很大 外部势力也有为其逃港提供方便的动机 由此看来 法官设定的保释条件几乎形同虚设 与黎智英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 完全不成正理 你这个不说 咱们就跟这个孟晚舟相比 孟晚舟和黎智英 他们两个的能力 经济能力差不多 对不对 连加拿大他都要给孟晚舟要用那么严格的保释条件 你黎智英就这样 那担保人都是他们一伙的 这不是形同虚设吗 这个文章接着说 如果不信的话 你不妨看看反中乱港分子徐之峰等人 哪个不是保释以后潜逃的呀 连一个小年签曾志健都有办法逃跑 你更何况能量比他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的黎智英呢 这些惨痛的教训 难道还不足以警醒吗 你这个法官你是怎么想的 你脑子里 你就是有意 只有用有意帮助他来解释 别的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法官的行为 人民日报接着说了 而值得追问的是 又何止是保释问题 黎智英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问题 同样值得审视 第55条明确规定 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 确有困难的经相关的法律程序 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行使管辖权 长期以来 黎智英不仅在网络媒体上公开的呼吁 外国来制裁香港 甚至私会外国政客 摇尾起连卖国卖港 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相关言行仍未停止 一天都没有停止啊 完全不符合保释的条件 完全不符合保释的那个例外条件 美国对香港的一系列制裁 黎智英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帮凶作用 黎智英也因此成为首个 以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的嫌疑人 而黎智英被捕以后呢 美国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彭培奥等西方政客 迅速的跳出来 施压港府放人 就光这一点 就恰恰进一步坐实了 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啊 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相关指控啊 但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啊 凡此种种 难道还不足以启动 第55条的相关规定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香港市民呼吁 驻港国安公署 完全可以依法果断的出手介入此案 这是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的 黎智英所设的案件事关国家安全 在香港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倘若司法机关不能够秉公处理 依法办事 就会对香港法治和社会公益造成巨大的冲击 将国家安全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 目前香港律政司正式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 并要求在等候处理的上诉许可期间 再度的积压黎智英 我们期待香港司法机关严格落实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的规定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 像黎智英这样的叛国乱港分子 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就这法律第55条 中央政府难道能不知道吗 国安法公署能够不知道吗 为什么没有直接就适用这个第55条呢 我想中央政府呢 就是想退后一步 先让香港的司法系统来审理 如果你们能够秉公执法 就让你们来审理了 但是现在看来呢 香港的有的法官是给脸不要脸 我相信这个案件 如果香港的司法机构 不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话 这个案件呢 会改变他的管辖的 其实呢 我的建议就是 按照这法律该怎么办怎么办 中国现在已然这么强大了 老是怕这西方干什么呀 不用怕他们 按照自己的节奏 中国和欧盟的这个投资协定的谈判 现在呢 又被美国还没有上台的 周拜登进行破坏 中国不是说吗 我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谈判 要按照自己的节奏 自己的意愿 不要去看美国的脸色 欧洲的脸色 做正确的事情 这都有法律 为什么不执行啊 我希望能够 很快的看到黎智英 由驻港国安公署来进行审理 来行使他们的这个管辖权 那样才会符合民意 否则的话 不仅不合法 他也不符合民意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